大家好,歡迎各位參加今晚的武術研俱會。 由於場地問題,次次的武術研俱會會以網上形式舉行。 在講座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要保持正音。 如果有問題,可以先在聊天室留言,嘉賓會稍後解答。 好,介紹一下今晚我們的主講嘉賓。 他就是香港武術聯會太極主教練陳倫傑師傅。 在開始之前,我們向陳師傅來個抱拳禮。準備! 陳師傅曾經帶領香港武術隊在亞運會取得佳職。 而他今晚會和我們分享的主題是太極線。 好了,在講座開始之前,我們先請香港武術聯會副會長, 車建初先生為我們致歡迎詞。 有請車副會長。 首先我想感謝陳師傅抽時間來幫我們做今晚這個講座。 太極線我個人對太極線就不是很了識, 所以希望他可以解到一些問題。 還有很開心各位抽時間來參加我們今晚這個現聚會。 我都不阻礙大家的時間了,我交給陳師傅。 現在可以開始嗎?還是? 對,嘉賓可以開始了,謝謝。 謝謝。 OK,好的。 首先謝謝各位今天參加這次閒聚會。 然後今天我講的主題是太極線。 現在我給大家共享一下這個視頻。 今天我們講的內容主要分為五大部分。 一是太極線的文化背景和發展。 二是我們太極線器械的一個介紹和時尚禮。 三是自選太極線的必選動作。 是太極線常用的動作組合練習和講解和要點。 那五呢我也會講一下太極線編排的要求和個別套路示範。 首先太極線。 其实最早在陨时被有古文记载 古善明传说为雨笋所作 近吹报古今驻雨符 五明善 五明善就是指古代皇帝用的 这种五明善 那急受遥禅 广开视听 求贤人以致福 故作五明善焉 秦汉公卿士大夫 皆得用之 未尽非成语者不得用 非成语 非成语就是皇帝的意思 所以当时五明善只为皇宫所用 那后来又发展到团善 团善为单柄 善面为原形 是一个妇女拿着个团善 也是多为达官贵族的女性手握 后来又发展到折善 折善最初在宋代被发现 但其发展载体形成也是非常多业 比如上语舞蹈 武术 绘画 戏剧等 所以经过历史的洗礼 成就了中国特色的上文化 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善与中国传统武术的结合 形成了以全术为基础 善为器械 分隔别致的太极善套路 具有以异语寻善 善身合一 翻转圆润等运动分隔特点 展示了善与武术结合的 传统文化内涵 与中国传统武术增加了新的编章 到如今的太极善呢 它主要坚持了太极善和太极剑的动作技术特点 包括阳式 城式 等全家为基础 其步行 步法 身形 身法 积极法 都跟这两次太极拳非常相合 所以太极善现在的一朝一世都有其空防意义 不是像我们跳的太极善之舞 我们念的武术的太极善它是具有空防意义 而且需要检究甘柔相继 内外兼修 追求行神兼备的境界 除了有竞技比赛的功能 也能做到前身健体 修心演性 当然在舞台上演出 也是非常具有独特的表现力 那直到2020年1月8日呢 清澳主委批准 武术成为2026年 清澳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其中太极善作为武术的四个小线之一 那在同年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 之前也宣布了太极善的新套路 所以在国际舞联也发布了 太极善竞赛规则和主要技术动作要求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家太极善 现在我们武术套路使用的太极善呢 它是有标准化的 首先 太善言 善言就指 善面善面 无形的边缘 善柄呢 指善柄 善手是善柄上面 手部称为善手 那善身 就是中间部会称为善身 手握的地方 比较细的这个部分 叫善根 还有这个善钉 另外我们把整个善子打开 首先呈现的就是这个善面 善面是善顶页面位于 折扇善部分这个弧形 还有我们能见到这一条条的善骨 这善骨大部分是由竹子所做 用来支撑整个善面的作用 但是现在很多也用了塑料的做善骨 甚至有一些铁善骨 那在我们竞赛要求 我们一般使用竹善骨 善柄呢 就是位于最外边的脸片 宽骨 比较厚比较宽 用来保护这个善的作用 那现在介绍一下慈善礼 慈善礼呢 首先我们要并步站立 左手持善 躯臂抬起 使善身贴前于臂外侧 连手臂斜放在胸前 右手成掌 左手握上 那掌呢 要放于左手食指根结 你掌不能放在这个上根吧 也不能放在你的手臂上面 只能放在你的手指这边 高呢 与胸臍 那两个手与胸部的距离 大概是至少 20到30厘米 还有慈善的要求 还有那个善残的要求 在我们专业比赛上 善者的长度 应该为运动员 走步先骑 不能短于这个 我们左手持善 上根的时候 善手不能低于我们走步 对于我们的走步 如果低于走步 气泄不合要求 还有善言呢 善言就是 这个善骨上面这一小部分 不能超过1.5厘米 另外介绍一下我们几个 开启善的避选动作 国际五年初的自选套路 开启善 避选动作有8个 首先有开善 式善 挂善 批善 点善等等 那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是开善 开善呢 首先要求善面要完全打开 两根善骨 成一条直线 就是180度 如果没有完全打开 将可以被扣分 所以我这边做一些 教练教学和裁判的一些指引 在这个动作上面 要注意哪些要点 开善过程中呢 需要用腰胯的整径带动身体和手臂 那如果开善时 手没有握到上骨底部 善没有完全打开 或者是说 手臂没有余 上大骨成一条线 那可以 裁判间可以扣分 那扣分编码是61 到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下那个 国际股联署的 裁判法 专门给太极上出了一个裁判法 那你会 解释所有的扣分编码 但我这里先就做一个提醒 到时候可以大家去对这个编码 这个编码扣的是什么地方 第二个是和善 和善呢 一般是从开到和 做和善这个动作 两个大骨要和拢重叠 所以这个地方的扣分的机会就比较少 只要你上这和起来 就完成和善这个动作 那如果善未和拢 扣分编码是61 第三个呢 是赤善 赤善这里示范的一个叫公布赤善 赤善的要求是 善子 是成和善 线前之刺 手臂与上骨成一条线 立达上骨顶端 在做公布赤善的时候呢 善要从腰部赤出 公布与平赤 左手善与协调一致 那如果赤善的时候 手臂没有跟善骨成一条直线 这时候的扣分编码是63 再来是挂善 挂善的要求呢 跟挂件一样 首先 善子是合起来的 手腕成立腕 线前上方 线后或者线下 线后贴身 成立缘 环罩挂单 立达善板 作为教练指导的话 在做挂善时 首先要提醒运动员 善部 身体重心要平稳 善的路径 要贴身 成立缘 动作舒掌 合顺 连逛圆活 那作为竞赛要求 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裁判可以 比较关注的地方 那就是 你挂善的时候 手腕是 直腕还是趋腕 如果是直腕是错误的 还有抬走 直臂 夹叶 这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这挂善在挂件的内容几乎先同 再来就是撂善 撂善这个动作 是由下 线前上 贴身成立缘 撂起 并于上大骨 成一条直线 立达上边缘 在撂善时 右手握上 立上线下 线前 上方贴身立缘 无形撂机 立达上板 看我这个键号 是我立的方向 表示的是立的方向 刚才刺善的键号是在这边 撂善 立的方向是在往上 撂善跟步伐要协调一致 左脚上步 右手撂善的时候 右脚上步 那如果撂善时 手臂直腕 直腕 或者未成立缘 未成立缘 也是会被扣分 再来是点善 点善呢 是上板线前下 点击 立达上板顶端 外缘 在做须部点善的时候 须部 后脚要踏实 那我们这里做的是公布点善 公布点善 也是一样 公布点善 后脚要 登立 右公布 不能超过脚尖 在点善的时候呢 如果手腕 会明显上提 如果是直腕 直腕就是 就不成点善了 或者没有明显的 善提 也可以扣分 扣分编码是69 再来 这个必选动作叫 抛接善 抛接善它有两种做法 这是第一种 抛接善呢 开善的抛接善 从下往上抛离身体 在空中旋转不少于360度 再接握下板 一定要接握下板 你在除了下板以外任何地方 都不能完成 不将完成这个抛接善 抛接善 合善抛离身体 在空中翻转不少于100 合善的时候 这个叫合善抛善 合善抛善呢 善子从下往上抛离 在空中旋转180度 再接握上板或下板 形成一个合善的抛善 那这个动作要求呢 它有一个扣分编码 是66 它主要针对 如果是为单手握善 如果你双手去握善 那可以扣分 或者是握善的 没有握到善骨底部 善骨底部 你握到善手 善中间 都不能完成 不将完成抛善 可以扣分 另外自选套路 必选步行有 公步 虚步 马步 公步 虚步 马步 跟我们太极拳 其实要求是一样的 首先 一腿半蹲 踏腿要接近水平 脚尖微内扣 脚尖布人外掌 要跟膝盖同一个方向 膝垂直于脚掌 另一腿呢 线后伸直 脚尖内扣 斜前方 整个脚面朝地 在公步的时候 有 一个控步分边码 武林 前腿 前腿膝位打脚背 或者超出脚尖 前大腿低于水平 或者高于水平 45度 就是指前面这个大腿 低于水平 或者高于水平45度 都不允许 介于水平跟45度之间 然后 后脚掌任意一个部分 部位离地 明显离地 后脚尖 胃内扣 后腿跪膝 跪膝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膝盖弯曲 但膝盖的朝向 跟脚尖不在一个方向 就构成跪膝 那正常我们太极拳 打太极拳公步的时候 后脚是可以微曲的 但明显弯曲 成跪膝 是不允许 还有瀑布 瀑布是一腿全蹲 大腿和小腿紧靠 臀部贴近小腿 膝盖与脚尖外掌 另一腿平步 伸直 脚尖内扣 脸 脸角全掌 着地 那如果 瀑布的时候呢 支撑大腿低于水平 或高于水平 这个 这个写错 这个是前面的 前面的内容 腹部要脚尖 脚尖要内扣 外扣会被扣分 还有呢 腹部下蹲的时候 要 完全坐在 大腿要贴近小腿 第三个 必选步行 须部 须部呢 是一腿半蹲 另一腿 现前身 前脚掌或脚跟须部 须点地面 身体重心 落于后面 那如果前脚 脚跟着地 须蹲脚 脚跟离地 或者趋踪脚 膝盖 与脚尖 位对正 都构成 受物动作 扣分 边马是52 那其实这里 有一个意义的 就是 做脚尖点地的虚部 跟脚跟点地的虚部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的扣分的 编码的内容 也没有 还没有前细写清楚 所以通过前面的 八个必选动作里面呢 我们可以衍生出 非常多的动作固出来 比如一个刺上 我们刚才讲的刺上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公布刺善 公布平刺 或者公布下刺 那我们这边 直白的教法叫公布平刺 但是我们有 比较传统的教法叫青龙出岁 野马跳将 哪吒探海 哪吒探海 就是公布下刺 还有呢 严守洪水 马步直刺 树鸟投铃 独立善刺 树鸟投铃 我们太极健也有这个动作 独立善刺 仙人指路 提膝下刺 金针指南 并不平刺 白元献果 并不平刺 防昏入洞 进步平刺 维脱献处 根部平刺 那在这么多的动作库里面 我这边没有办法一一释放 那我主要捡几个动作 然后呢之后 我会在视频里面 套入视频里面再一一简解 首先示范一个树鸟投铃 树鸟投铃就是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独立善刺 这是我们香港队 女子运动员陈瑞金 世界冠军给我们做的一个示范 首先呢那个树鸟投铃 独立善刺 第一种做法 提膝 脚尖内扣 注意几个要点 提膝脚尖内扣 还有 斜上分 刺 另外再示范一个 青龙出水 青龙出水的动作名称 我们可以叫公布评刺 青龙出水有几种做法 右脚散步 右脚散步 右脚散步的时候呢 右手要同时往前平刺出 左手外撑 青龙出水 第二种做法呢 等一下 点错 第二种做法是 左手 线头顶 外撑 做一个防手的作用 刚才第一种做法是 左手外撑 青龙出水 那做这几组动作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好多要点 一是步行 二呢 身行 还有手行 还有我们慈善 还有善的力点 在哪里 所以说你看一个动作这么简单 但是作为一个教练的话 他要注意的点非常多 你可以在 光布上面 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膝盖不能内扣 后脚跟不能离地 不能跪膝 也不能过度弯曲 支撑腿 支撑腿 不能高于四十五度 也不能低水平 那身行中正 右手向前平次处 而且 手臂不能直 手臂是微躯的 太极拳里面动作 没有直臂动作 直臂动作是要扣分 刚才讲的是刺扇 还有挂扇 挂扇呢 它主要是有几个动作 叫分动车轮 进步挂扇 分动车轮叫进步挂扇 还有左右车轮 叫进步挂扇 挂扇的时候 线前点 还有燕子灼泥 在挂扇完结的时候 再接一个公布点上 燕子灼泥 撂扇 撂扇有海底捞月 叫公布撂扇 小葵心事 虚布撂扇 青龙摆扇 侧布撂扇 点上呢 有燕子灼泥 进步挂点 展翅点头 公布点上 凤凰点头 虚布点上 独立点上 蜻蜓点水 并布点上 左右车轮 进步挂点 燕子灼泥 根部点上 蜻蜓点水 根部点上 还有批扇 流星感月 公布轮臂 外满翻身 公布轮批 乌龙摆尾 叫盖部批扇 芳花舞秀 腾空批扇 乌龙翻身 翻身下批 黑熊翻背 转身批扇 利批化扇 独立批扇 碳海式 独立轮扇 所以你们会发现 现在太极扇的 避旋动作里面 基本上都是 阳式太极扇 跟城市太极扇 的动作 他们呢 就 编排动作的时候 从城市太极扇 和阳式太极扇 里面的动作提取 然后再升华 结合太极扇 形成了现有的 太极扇的避旋动作 还有开扇 开扇呢 有裹鞭炮 马步开扇 连珠炮 根部开扇 金刚倒锥 提膝开扇 退鞭挂虎 提膝开扇 单边 百鹤亮翅 这些动作都可以接 开扇 有虎虎式 玉女穿梭 玉女穿梭 就是城市太极拳 那个 跳步插掌的动作 很像是 跳步 然后头顶做一个开扇 斜行 空步开扇 乌龙翻身 转身下批 幻花五袖 腾空批上 黑熊翻背 转身轮批 切身靠 马步开扇 根部拿扇 还有和善 豪街善 最后是 启示和收视 这些都是 必选动作 但是必选动作 你只要出现一次 在套路编排中 至少要出现一次 刚才介绍了 必选动作 现在 但是那些动作 酷太多 我没办法 一一给大家 播放视频 那之后 如果需要 我可以大家 发一个链接 可以参考国际五联 他们的教学视频 那我这边 香港五书队 也有拍摄视频 但是 我们还没有 发到晚上去 Meeting Sorry Sarding Sorry OK 不好意思 刚才有那个场馆管理员过来 那太极拳编排呢 主要还是 主要还是吸取各式太极拳 太极上经典的技术动作 结合上者的技法 遵循武术套路的动作技术发展和规律 还有近伤要求 进行编排 那我们在编排套路的时候 不能出现非太极动作 所以选择一些太极上师呢 要突出武术的本质和属性 包括踢打 摔拿 这些动作 也横移挤按 踩跌走铐 这些十三技法 进退固判定 及器械技法 必有攻凡机机的含义技法 还能保持 太极上的传统性 积极性 又有创新和发展 那它以上 无难度的自选套路 编排呢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八种 必选动作 还有三个步行 那我们这边 做一个 运动员的示范套路给大家看 现在示范的是我们香港都已经弄眼 沉睡镜 他在去年刚拿了 国际五联的 嗯 那个 传统 传统项目的金奖 首先这个动作是启示 他运用的是 城市太极拳的启示 第二个动作 金刚倒锥 懒扎一 还有第四个动作 六分四臂 等一下这个有点 好 现在做的是 抛街上 开上抛街上 单边 前召 后照 贴身靠 做一个开上 白鹤亮翅 开上 斜行 射焰 海底捞月 公布 散开 联手 风水 创新走 青龙出水 怪蟒翻身 转身下披 燕子 啄泥 就是这个动作 挂上 加 公布 前点 大盆展翅 半马步 开上 海底 翻发 二体脚 双阵脚 登一根 玉女穿梭 灾心 换斗 乌龙翻身 罗汉 降龙 好 刚才 匀手完了 现在借一个 虎虎式 金刚 倒锥 收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套路 主要还是结合 城市太极拳的动作基础 它在 这个动作编排 也是国际五联 的教学课程里面的 一套新编的套路 它主要 参考那个 王阿平老师 有一套 二十四式 城市太极拳 在那个城市太极拳 做一个声法 这套动作 一共有 三四个动作 包括起事和收拾 嗯 那 我可能就不一一简解 那我就讲几个动作 几个动作 刚才有一个挂扇 这个挂扇 有一个 很好听的名字叫 燕子卓尼 哎 我挂上 左挂 右贴身挂 现前 这个操作有点不方便 公布点上 然后再接一个大本展次 城市太极拳头 海里芳花 二提角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再接下一个内容 刚才的太极拳呢 还有补充一些编排上的要求 就是完成动作 要在三到十分钟 包括太极拳的八种上法 和三种步行 还有包括 也可以选做自选太极拳的 除了避选动作 还有背选动作 另外还有腿法 平衡跳跃等等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段 那个清澳会比赛用的第三套国际套路 带难度 我给大家重新分享一下 视频 这是第三套国际武术境态大陆 太极拳 相信 各位听众应该也有看到过这个视频 这套第三套国际套路上的动作有三十九个 现在做的是启示 也是采用的层次的动作做启示 金刚岛椎 斜行奥布 抛街上 虚步驾上 先人指路 独立下次 退步回抽 公公V角 接百连确定轮360 白鹤亮次开上 靴步驾上 压上 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凤舞落叶 提西上次 还有 宣门角 一百八 接提西独立 左右挂上 也叫 左右 车轮式 须步点上 也叫 凤凰点头 灯角 架上 也叫 白云盖顶 还有这一组 难度动作 灯角 加 后插腿 第四平衡 加转体 360度 独立 光部披扇 怪满翻身 匀手 芳花舞秀 海底芳花 贴身 贴身 好 扑布追上 扑布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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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布平 现在我们青少年运动员也主要是练习这一套太极山套路 因为我们2026年要准备参加那个青奥会使用的这个套路 包括这次亚青赛 市青赛我们都使用这个A组运动员青少年运动员都使用第三套国际套路 这是刚才那个国际套路的动作名称但是这个还没有整合啊 它有点我刚才看了有点那个出入所以大家先不用我下次再修改一下 然后这个是正确的就是刚才我们女子运动员陈水晶做的那个示范套路 还有就是现在讲讲一下双人太极山双人太极山呢有一些编排的建议 但这不是规程出来的建议是我们通过以往的比赛啊经验 还有训练总结做一些建议如果作为教练可以给运动员这个范围让他们自由发挥 或者是作为很重要的范畴去规范套路的 双人太极山可以包含规则对太极山所有规定的八个必选动作 就刚刚我们简的必选动作还有太极山对练 太极山的难度三个方面 双人太极山的联名运动员演练的 八个必选动作时必须整齐对称 还有联名运动员可以同时选做同一组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 或同一个难度动作 在这样的编排下面呢就是整体的整齐度啊 还有观伞性啊我都都会比较高 联名运动员在进行对练时必须准确使用太极技法 攻环合理演练要逼真 还有整个套路的展现运动员的个人技术 更要突出两人之间的呼应配合 动作要有呼应 不能一个人做这个动作一个人做那个动作 如果两个动作没有任何先呼应 那就是有点脱离这个双人太极山的意义 双人太极山的套路应该也在三到十分钟 但是呢我们比赛还到比赛的时候还是得看那个 那个精采规程的要求 看他们怎么要求 但目前还没有出现过双人太极山的 比赛的那个项目 所以希望之后可以那个有双人太极山的比赛 另外一个就是集体太极山 集体太极山 我总结了以下六个编排建议 就是可以在必选上逝中选择十种 刚才有八个必选动作 每个必选动作它还有一个衍生出来的很多动作库 那可以夺选几种作 那还有体式收视是必要的 不管你大双人太极山 单人的还是集体太极山都要有体式跟收视 这才能符合太极山的规范 还有平衡动作 全队可以选择两种 比如分脚 登脚 或者后插腿 前脚腿 低视平成 还是前灯踩脚 每种至少有三个人一起做 这样才能整齐画一 或者全体一起做 对形呢 我建议至少要连种以上 比如说你在圆形 三角形 或直线 正方形中不先切换 至少有两三次的切换 达到整个舞台的效果 还有对练不少于15秒 内容包括善对善 徒手对善 或者徒手对徒手都可以 那尽量太极山还是有善的工房 在里面会更有意义的 那下面呢 如果是有打难度的集体项目呢 可以选择两种跳跃难度 然后至少有三个人或者一半的队员 同时做这个难度动作 比如说腾空正踢腿 旋分脚 或腾空百连 那全体队员呢 可以一起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 整齐的 失误率比较低的难度动作 比如说腾空飞脚 写百连 叠叉 这些要求都是在专业运动员的范畴里面 如果你们练习太极山的话 其实做一些平衡动作或者转身 就已经很能体现出整个演练效果 很演练水平 最重要的是要有队形的多变 动作整齐划一 还有队链的动作 那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 我们香港武术队的 集体太极山的示范 这一个套路我们在2022年的 太极拳网络大赛中获得 第一名 它是分一等减二等三等减 但是一等减只有一名 但是编排我们选用的是 是四男四女 总共飞脚 接体系独立 动作呢要做到整齐划一 做一个队形的变化 还有这个音乐的选配也非常重要 太极山的音乐选配 我觉得要静一点 在静中 还得求有些爆发点的变效 一般我们太极拳选配的音乐 无非就是有中国的传统乐器 鼓针 还有鼓 销 之类的乐器 现在我们从大圆 切换到小圆 一个队形的变换 现在是双人对电 可以用到徒手跟扇子 整个左右阵形的公黄的演练 现在到了太极山的后面高潮部分 这一套吉里太极山里面选 还有做现在做一个队形的穿插 所有动作都是选用的 用动作库里面的 好 还有最后的收拾 嗯 那现在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那我再播放一个自选套路 有难度的自选套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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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嗯 可以 稍等 好 可以了 诶 现在有声音吗 没有音乐 没有音乐哦 应该是视频里面是没有的 视频里面没有音乐是录制的时候 用一下其他播放 稍等 应该是视频里面 我还有原视频 等一下稍等我一分钟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在打在聊天界面里面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解答 让他们先看什么跟进都好 其实没问题 我这个可以 是的 视频可以 集中于看所有的程序 今天都有很多人 OK OK 90多人等他们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发文 他们可以发文不要紧 语言方面 Shirley Wong 你可以做任何的英文或者普通话翻译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 可以随意 那这样来这个行爬 关于这个体股线更好些 那比较 对于 陈教人更轻松地处理 更好些 好的 好的 教练刚刚有人提问就是集体场地方面 它有陷阱 对 在集体场地方面 一般比赛的话 我们 如果是标准地毯的话 我们会打到场地以外 所以对场地 没有标准地毯那个限制 但是可以打到场地边缘 但是没有像我们刚才那个场地那么大 我们刚才那个套路编排是为了那个 整体的效果 所以打得比较动作表 正行的反而比较大 但是大家编排的时候 还是不要走这么开 所以基本上是站学还是没有限制的 没有限制 集体线墨的地毯是没有限制的 只要你 不打到 碰到旁边的东西 一般都可以 嗯 嗯 嗯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请提醒一下 我们会试试 试试 我刚才看到 有提问 在练习太极上的学员 是 需要一定太极根基 有没有 有没有 需要提到某个水平才可以学 嗯 这么说呢 太极上 嗯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太极上它 目前我们两个方向 主要是 试试试太极上跟 阳试太极上 分隔特点会比较明显一点 嗯 然后呢 如果没有太极的基础 也是可以学 但是呢 我们先学一些太极上 阳试太极上的动作 都比较慢的动作 然后呢 可以学 几个必选动作 包括开上撩上 刺上挂上 这简单动作 学完了 再学一整套 比较初级的 阳试太极上的动作 嗯 但可能我这里没有 做到说 把那个 一些套路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分享主要是 我们 嗯 香港对训练的 嗯 一些内容要求比较多 那传统的东西 如果 需要 嗯 我也可以再找一找 然后 所以没有太极拳水平 是可以练太极上的 完全可以 这太极拳比太极拳还简单 而且打气还很有气势 你会 呃 感觉 比太极拳更容易入手 因为它 对 所以 我还建议大家有机会 可以接触一下太极拳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 是否掌握太极拳和太极拳基础 才能学太极拳 还是同样的问题 嗯 五连比赛有没有太极拳项目 嗯 不需要掌握太极拳太极拳基础 就可以学太极拳 但是呢 如果你有太极拳太极拳基础呢 你会把 对于太极拳理解会更容易一点 然后 动作表现力会更强 然后根基比较好的话 你做一些 嗯 嗯 呃 步行啊 都会比较好看 然后 嗯 所以建议还是 可以学一下太极拳 再来太极拳 嗯 但是 不是 必要的 也可以直接入手太极拳 因为太极拳教练也会教你太极拳的东西 那肯定也会 对 另外国际 呃 我们五连有没有太极拳项目 有 呃 但是我们归类到传统太极器械里面 没有单独 现在应该还没有单独的太极拳 我们有太极拳 啊 传统太极器械 传统太极器械里面有可以说太极刀啊 啊 啊 太极棍啊 太极边杆啊 啊 太极扇啊 啊 嗯 我是说传统太极拳 那当然我们 呃 青少年 第三套太极拳是有单独这个项目在比 对 然后在 嗯 嗯 嗯 未来我觉得也会单独开设这个太极拳项目的比赛项目 因为 嗯 嗯 肯定会 对 因为今年 世界武术紧标赛 呃 也有太极拳项目 嗯 嗯 嗯 那在下一个动作是在翻腾动作上上的形态有多吗 拋接上的上的形态只有两种 啊 一种是开上 那扇子打开的 啊 开上拋接上 啊 一种是 合上的拋接上 啊 没有其他形态 嗯 如果你半开不合的动作 那就 应该不会被承认 对 目前没有 然后有双人善的项目吗 啊 双善的项目 双善的项目 嗯 没有 目前我还没有接触到双善的项目 嗯 可能舞蹈 舞蹈双善可能会有 但太极双善目前还没有 耍 下一个问题是 耍控制善的动作 手部运动 有没有特别练习 哦 对 那个 握太极双的时候呢 他可能 要有一些练习啊 比较不会把扇子 出血种 出血者很容易把 开扇的时候把扇子 所以在要多练习那个大拇指跟食指在握扇的力量 嗯 也是可以练习 但主要是通过 呃 套路里面啊 你多做一些开扇 和扇的动作 嗯 那在开扇之前 要注意先把扇子握好 再打开 啊 我这边教学的时候 有些运动员就是 小朋友他会 开扇的时候 手没握好 就直接打开 直接卡开的时候 嗯 来不及握住 啊 山就掉在地上 嗯 嗯 那 我们现在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 我就再分享一个 嗯 视频啊 就是我们香港武术队 也是世界冠军 他自己编排了一个自选套路 嗯 然后这个太起扇 然后这个太起扇 它是满足了国际舞联的难度要求 啊 就脸峰难度 然后还有八个必选动作都在一遍 嗯 嗯 还有呃 音乐配合 整套演练效果都是比较好 嗯 嗯 我现在播放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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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运动员 起誓都很喜欢那个 加程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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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套太提纱呢 他 他 音乐选配 嗯 是一首叫红艳的歌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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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空飞角 加百连五百式 接雀蹄龍 嗯 该运动员在必选动作的要求上他自己还做了一些小小的升华 嗯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动作会多一些创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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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拋接扇 拋接扇是开扇的拋接扇 嗯 轉身前招後招 血型奧布 嗯 嗯 一個 比起難度動作 後插腿平衡 轉身掛扇 嗯 腹部開扇 嗯 根部點上 啊 好過 騰空飞角 加提西獨立 提西平衡 轉身下批啊 黑熊翻背 平開上 雲上 加雙正腳 十字拍腳 玉女穿梭 公布 吹上 護心錘 在我們巴黎動作大部分會選擇同志太平衡的動作 好過 塵風正踢隊 加 一個 拋接上 復步開上 左停走 那這一套動作呢 他 嗯 嗯 難度比較高 建議只適用於專業運動員的練習 嗯 然後整體套路編排 跟音樂的配合就比較好 嗯 嗯 我不知道這裡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文件啊 如果你們需要我也可以發一些 嗯 剛才 課件的內容還有 呃 裁判規則 還有 還有 這邊有人在問 哪裡學太極善 我覺得這一個可以 直接諮詢一下我們香港五連 嗯 會更了解 嗯 好 多謝陳師傅 看來陳師傅的講解都非常之詳細 大家都對太極線有更深入的了解 接著下來就有請車健衝副會長為今晚的研罪會總結一下 有請車副會長 好啊 首先要多謝代表我們香港武術聯會 多謝陳師傅幫你做一個講解 嗯 嗯 好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或者Shirley 或者誰可以幫我 逆一逆啊 我的普通話不要說廣東話 我想問師傅 那個太極線呢 它打開和關上 是有什麼搏擊 有沒有什麼搏擊的作用的 就是如果是對打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會打開把線 或者關上把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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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說太極線 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那個 那個 計計的作用是嗎 是 打開 是 什麼時候用 對 什麼時候將個線打開 什麼時候將個線 啊 上馬來 嗯 嗯 在什麼情況下 情況下 把他打開 跟 一般是在 進攻的時候 大部分是 打開的時候 大部分是進攻的動作 但也有繁瑣的動作 要看哪個動作 啊 比如說 呃 那 白鶴亮刺啊 可能是 開扇 我們是一個繁瑣的動作 啊 然後 前招 後招 我們也是一個 啊 繁瑣動作 啊 開扇的時候 還有 嗯 嗯 撩扇 撩扇 公布 開扇 那也是一個進攻的動作 嗯 然後 還有 嗯 其實教練 可以在這樣子去理解嗎 就是 打開的扇子的時候 他的鞭就是 可以算是一個武器 哦 對對對 打開鞭子 他是一個武器的 所以我們握扇不能握在 上的那個 上邊緣上面 啊 只能握在上根 對 所以如果你握在上手的話 等於說你拿劍的時候 拿在 嗯 這個 劍身上面了 所以會傷到自己的手 所以 嗯 你開扇的時候 呃 上的那個 上手就是你的武器 還有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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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當是一個武器 但是 但是 關起來就是 其實可以做成一支 就是一支棒棒子一樣的一種武器 這樣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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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再一次 多謝教練 幫我們做這個分享 我看得很精彩 有些我們香港武術隊的運動員的表演示範 看到眼睛都不眨 希望有機會現場看他們表演 那多謝 多謝大家參加 我想請我們關會長 幫我們不如說幾句 關會長 好啊 謝謝你 關會長 那首先呢 其實你看到剛才呢 陳教練呢 他擺了心機下去 他做了這次的講座 做了一些講義 你看到他自己親手做的 還有他加插一些圖片的 他不是說在這方面 周圍取材 而是呢 他將他自己的認識 心得 還有將他重組一次 還加上體院的運動員 亂走來拍攝這套的特輯 在這裏來講我都很佩服他 陳教練 雖然我不講普通話講 廣東話 大家都聽到 第一點 第二點 反而我從另一個角度看法 因為今天來講只有一堂 一堂不可能講完所謂的特輯線 所以我們大家都了解到 在這裏都只是作一個簡介 也有些人問 會不會沒有人開辦這些 特輯線的班呢 可以的 在以往我們都是這樣 就是說 視乎就是這個 所謂坊間 還有有個需要 比如說 剛才都講了 陳教練都講 已經很普及 還有賽事都有的了 在這方面 我們會考慮一下 就是說 會開一些普及的班 當然是漸進式的 這個太極線的普及班 就是讓大家能夠參與 何況現在實際上 我們本地賽事 都加插了這個 太極線的了 所以這個都會考慮 這方面 我都會在這方面 反映出來的 那 如果假定真的有興趣的話 將來的話 如果開辦太極班 當然 就是看遠 還有陳教練 他一定有這方面的參與 幫我們的 這方面 在這方面 在今天來講 都算很好的 叫做 能夠這麼短時間 對於太極線方面 有些認識 都是多謝車會長 其實車會長 遠在他方 車會長 遠在他方 很遠很遠的地方 都特別安排 這次的新聞給我們大家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大家好 你好 師會長 關會長 你好 你好 非常欣賞教練 今晚講的內容 是很豐富的 還有他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準備 因為我做完聚會這麼久 那些師傅上來 有沒有準備 其實很容易看得到 他分析 還有他做的那些電腦 給我們看運動員的片段 是非常之精彩 還有他是一個很有心思的人 很多謝 很多謝我們車會長 能夠安排這位港者 跟我們講那個太極線 我們都是獲益量多 我都是第一次看這個太極線 因為以前在延續會那裡 我們是比較少請他們上來 因為可能那時候還不是那麼流行 現在已經是納入了一個很正式的比賽了 我希望我們武術聯會 節節上升 我們的賽事是 出進去都會獲得獎 很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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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各位打開你的麥克風 幫我一齊多謝教練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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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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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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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想重溫今次的武術研究會, 可以守候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那裡! 好啦!我們下次沒有實現,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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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教練! 好!謝謝! 謝謝! 很精采!謝謝!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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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bye bye 拜拜 拜拜,下次見 好,下次見,拜拜